那么探病的时段及人数这个还是不变 每日固定一时段每次至多两名访客 那这个还是以医院的这个规则 现在我们的新的这个规定是不需要出示这个 所谓的当天的快筛的这个证明 而指挥中心也提醒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者 及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的三种情况 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医院探病 若有探病的必要 应出具当天的快筛阴心证明后才可以探病